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开幕倒数计时 为了表达对表演艺术的支持 知名进口车商是特别赞助30辆顶级房车 组成贵宾车队 将在13号开幕当天接送国内外贵宾 强力为艺文中心宣传 对您一块来看看 至资百亿元打造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将在10月13号正式启用 为表达对艺术文化的支持 知名车商特别赞助30辆顶级房车 准备在开幕日当天接送上千位来自国内外贵宾 感到就是非常的兴奋 就是说这样子就是有获得这样子 比较长期的这样子的一个赞助 那我觉得最特别的当然是 就是说在所有的提供的这些车辆上面 都有印上那个魏武营的logo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宣传 距离开幕日只剩下10天 目前30辆房车全数到位 每辆车都价值数百万元 部分车辆贴上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logo 准备抢在开幕之前 在市区往来穿梭 强力为魏武营进行宣传 可以想象这些车辆到时候穿梭在这个市区 或者说远程的这个接送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看到魏武营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出现 这一次是汽车 那汽车其实它就是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 那事实上我们比较常见的 就是在台湾比较常见 比如说在公车或是捷运上面 那可以移动的交通工具 都会是我们感到兴趣的地方 那当然也会希望如果说是那种脚大车啊 这个上面有我们魏武营的logo 我想应该也会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做法 除了30辆房车高规格接待开幕贵宾外 未来会留下两辆车 提供场馆作为公务使用 车商以行动支持艺文表演 就是希望这座历时10年 耗资破百亿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能以高规格的全新面貌跟国人见面 港督新闻王思武罗孝军 财宝报道